同學 繼續開會 這節總質疑是由陳麗娜議員開始 在請陳麗娜議員質詢之前 先介紹唐丁席的對賓 我們旁邊請有陳麗城市協會 由理事長 莊傑任理事長 所帶領的所有的各位好朋友 會規定 謝謝你們的一齡高雄十一會 也請用掌聲歡迎他們 歡迎 接著我們陳麗娜議員開始 總質疑議員請 謝謝 謝謝 我想在最近最恐怖的疫情 無非就是關於信銷的問題 信銷的問題是在我 不久之前也在開過一次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的主要對象 事實上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所以必須要透過總統的斷 要說最後用暴案的方式 來處理信銷的問題 我想這個對高雄市政府 整個所謂成立陷阱辦公室來講 莫非是一個很大的融入 所以這是不是申訴的制度不完全 不健全 有沒有可能是申訴的制度不健全 還是說雖然有制度在 但是大部分的人事實上是不敢相信他能夠起作用 所以也沒辦法去使用這樣的制度 來尋求一個應該要有的公平正義 所以在公務機關裡面 我們都知道 上下同屬的關係 事實上是影響的非常多 為什麼如果曾經有這樣的經驗的人 不敢去做申訴的動作 然後失智隱忍下來 我想非常的多 上去中央的統計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沒有報案 沒有做申訴的 百分之二十做申訴的部分 在事實上有一些到最後可能的案子有些無情而終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我相信宋愛人也怕在職場上面 對我們我們也看待 宋愛人可能沒事 宋愛人也難道有事 這些事情事實上公務機關裡面 大家現在現場都是長官 大家想一想 你們有沒有成為第二的宋愛人 就是應該要去伸張正義的時候 應該要讓制度能夠發揮功能的時候 但是並沒有理由 本來想要把事情掩蓋下來 你們是不是那一個人 有沒有可能是那一個人 就我所知 在我這個案子之前 其實在公務機關裡面也有不少這樣的案子 但是都被敘述地處理下來了 這個案子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敘述地處理下來了 或是因為跨的局處太多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應該要由誰來處理 就拖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案子我覺得非常的嚴重 那是不是吃案的狀況也在高雄市政府裡面很嚴重 市長如果成立了所謂的性體辦公室 是屬於我們整個跨局處的一個辦公室 但是功能並沒有辦法發揮 市長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你自己最近也出了一個月辛苦了 二十幾年前的助理 南郊來幫你選舉 結果呢 孤立無遠的狀況底下 推到這樣的狀況 最後你選擇在這個時間點 道歉 希望火速能夠離開這個紅線 然後呢 我最近在把那個網路打開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不到內容了 這樣的處理方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去面對 但是我認為 市長在性體的觀念上面 似乎有必須要檢討的地方 所以呢 我的臉書上面 自從我把那則新聞撲上去之後 很多人告訴我說 請成立大議員出來發起一個 單目機關MeToo 運用 因為太多人 接受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卻沒有辦法有申訴的管道 只能默默的依忍 所以 MeToo 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我一定很難推 尤其是在公務機關 怎麼推呢 如果上面的人觀念沒有改 我相信沒有辦法推 所以我今天 我帶到議事長 是不是幫我發一下 粉紅色口罩 我請在場的所有的局處首長 換上粉紅色口罩 也邀請我們國主事議會 在議事長裡面的 一起換上粉紅色口罩 這個算不算粉紅色口罩 所以不用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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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已經這樣 要抽 如果已經戴上粉紅色口罩 就不用換 那如果願意的 請你戴上粉紅色口罩 直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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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官員 如果說有醫院的話 請你換上 我擦 這邊 請 這邊要不要放上 發一下 他們不帶頭 所以口罩 這個人也有相關 我不是覺得 真的不好看 那觀念是 自由 對 自由 沒有拿 只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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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拿 只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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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動動的時候 有一個選手 現在是一個男友戴口罩 現在是一個男友戴口罩 現在是一個宣誓性 我現場所看 我講是一個宣誓性的動作 你當然這時間也是可以留戴口罩的 但是呢 如果你願意周圍請坐 我想 我要推動公務人員 咪吐運動非常困難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戴上 表示我們也拒絕 這樣的行為 表示我們對於性騷的相關 這些動作 我們是不允許的 我們必須要對我們自己的立場 做一個展開 所以現場 有許多的朋友沒有戴上 我想 記者朋友不妨就拍一個畫面 我可以從國報的例子告訴大家 他們戴上紅色的口罩 表示他們拒絕他們同款 對裡面有人做出這樣的行為 如果說 你跟我一樣 那你也去戴上紅色的口罩 因為你拒絕這樣的行為 我們希望公務人員能夠帶同做起 公務人員能夠帶同做起 我也請市長給看一下 市長在這個時間點 除了以前怎麼樣 從這刻起 我們期待高層市政府 能夠成為一個人人對於性自主 性體觀念 都是非常有概念的一個城市 市長你願意 我在這邊給你一點時間宣示 你願意做這樣的宣示 讓所有的 如果在高層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接受這樣的對待的 都能夠有一個自由暢通 而且不被歧視的一個管道 可以去申訴 申告正義嗎 來請 市長你回答 議長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我想我們的看法都一致 尤其在處理有關信領 或者是去招募的事件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更有同理心 我們也鼓勵說 假如有受到這種不當的對待 或者是碰到這種性騷擾的事件 我們也要鼓勵 這個受害者要勇敢的出面 來檢舉或者是評審的出 因為假如不這樣做 就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所以我想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在副全會 或者是所謂的 我們的信聘會 以及信聘法導師成立的原因 這個法導師是我上任市長之後 所成立的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 要顧得各局處的護導 另外我們勇敢的指使長 第二點我說明的就是說 在六都的一般信商 深處案件的統計裡面 在去年唯一 我們從總申訴案件到成立案件 在郵度的比例裡面 我們算是最高的一個度 最高的 但是呢 我想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你對我所知 私底下也帶過的 也帶掉的其實不少 這個申訴所理解 假如說有申訴然後沒有成立 那這個當然 這個解讀是我的看法 我認為說 我們還是在這個 生疏比例的比例角比較高 也代表說在這個調查裡面 可以更容易 更深入的來做這個事情 真相有一個成績來擺 市長欣 所以我想 我們永遠都覺得說 對於我們弱勢的這個保護 我們應該要更有同力氣 這個其實 我的經驗 在公共和服務的經驗 其實在這一點 我還要帶努力 我辭職的是說 所有的政府機關 工作場所 所有的政黨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應該要更努力 來 我想說 你現在社會每一個人的活動 所以多的時間點 應該要把他正視 第二個 這個大家 我想我們態度很清楚 我們的態度是非常鑑定 也很清楚 所以假如我們來執行的過程裡面 榮友會有一些說實 那這個不敢 我們前程願意公共指教 那至於說 前程處理的事情 有一些是不是事實 或之前的不夠的活動 都已經提出了幾次 而市長 我剛剛也跟您講 說話 說話 我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這個廣告 每一個人都能夠 能夠覺得 用它是對的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可以伸當正義的 這個制度才是健全的 所以因為現在的制度不健全 所以才會產生這麼多的狀態 那我現在在邀請市長 玩四周看一下 所有的居住手帳裡面 戴粉紅色的口罩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講 現在目前是宣誓性的 你現在可以在醫生裡面不戴口罩嗎 但是在當下 我希望大家最後宣誓 你們對於MeToo 公務人員的MeToo 你的感覺是要支持嗎 我請您用口罩表示 也請以後在公務機關裡面 如果你對這件事情 你是表示支持態度的 那麻煩所有的公務人員 戴起了紅色口罩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要這些事再繼續發生 好不好 我想這個應該有一個畫面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大概有三三分之一的人 戴紅色口罩 局長 市長 你就知道大概 大家連戴口罩 做的先事都有問題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是不是市長會戴盡 對阿英文的黨員 大家覺得不應該戴 又覺得不好意思戴 這個是不是上下通俗的關係 有出什麼問題 很尷尬 很尷尬 對不對 但是也有戴的 那我來解文 同意的就是臉的 好 不行 我想應該要戴一個口罩 我也可以 口罩就是我們平常現在的日常 戴的口罩顏色 表示我們有一個態度在 但是這個態度 事實上應該是全台灣 甚至是全世界的群眾 都應該共同有的態度 但是高雄市的市府團隊 卻三分之一不到的人 戴起粉紅色口罩 這個大概居住前的解讀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意思 真的還在想市場 給大家再加強 再努力 好